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卡 我们现在在Sportchack 我想学轮滑 已经想学这个东西挺长时间了吧 就是从夏天开始就有点想玩这个东西 感觉女生穿着裙子滑着玩着很酷 就是有点像扫街那种 然后呢 一直都想买 但是因为将来卖这个东西卖的真的实在是太少了 我来Sportchack差不多来了五六回吧 就是为了探那个鞋 最开始的时候它只有两趟 最开始真的只有两趟 然后差不多就应该是七八双鞋吧 真的样子特别特别少 然后现在陆陆续续可能夏天开始来了 所以呢 样子增多了一下 从两趟变成了三趟 然后我一直想看的鞋呢是这一双 就是我爸一直说这双比较好看 所以就买这双好了 但是呢 它有点贵 二百六十九块钱光九 一直都没下去很新吧 然后上个礼拜过来的时候 发现它俩是一个牌子的 只不过颜色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就便宜了四十五块钱 这个颜色稍微丑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毕竟它俩比的话是便宜了四十五块钱 就是颜色丑一点 但是呢 这双鞋它再打折 它原价呢是二百九十九块钱 冒九三百块 所以我就打算来买这双鞋 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的号 所以我打算先找人试一下 我穿不进去 我穿不进去 大小行不 应该可以吧 那就买呗 不挤脚就行 别穿着挤脚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 觉得还可以 那行 好看吧 感觉这个骨头吧 上垂了之后呢 就感觉这个骨头还是满满顺的 然后呢 鱼肌上吧 没有太大的感觉 就是因为只试了一只脚嘛 所以感觉 还能稍微控制一下 我估计上了两只脚了之后呢 就会摔 所以 趁我还硬摔的年纪 赶紧多摔两下 要不然我估计我过了三十 之后骨头就松松了 再摔就骨折了 嗯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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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钱去了 这个是老卡给小卡的生日礼物 这个是老卡给小卡的生日礼物 然后我也觉得啊 你要是学会这个了之后 以后上边滑边是不是会够浓一点 嗯 看我的后面的电视呢 靠起 嗯 我觉得我也 哎呀 这出门响了 可能是有什么扣 没拿掉 哦 试一试 诶 又响了 可以走啊 嗯 开心 开心 这是老卡送我的礼物 嗯 以后我就骑着我的风魂轮出去玩去啦 走吧 不过什么时候能学会我也不知道了 我看网上面有好多 那个也是属于年龄很大的学 就是说因为孩子学所以就觉得好玩 然后也跟着学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快点把它学会了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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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